2021年7月动土僻建 2022年4月落成启用的 广府乡公所新办公大楼 美轮美奂周边环境绿美化 围墙等建设 在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支持协助下 去年发包动工 虽然受到绿建筑规定 限制施工进度延迟 不过施工厂商也积极赶工 乡长林清水表示 希望能够赶在农历年前完工 以崭新绿建筑景观引新年 光复乡公所新办公大楼 披肩工程计划 2022年4月 赤字7000多万元的 主体建筑披肩完工后 还有建筑基地围墙 环境绿美化以及公共艺术 整体工程计划的最后一里路 目前施工厂商镇如火如荼 赶工失作 希望能在1月底前完成 先一长张军一长 补助的已经保留一点多了 然后公共运输因为 公家只要1%要做公共运输 所以我们大概大楼跟 机会所加上100万左右 这个比较快 先在公司做的话来这边组合 碍于地方裁员有限 崭新的办公大楼完工后 周边围墙环境绿美化等工程经费 获得华丽县议会 也是出身光复的议长张俊 全力支持 虽然去年就发包动工 却因受绿建筑规范 直到去年年底陆续进程失作 向着林清水紧盯进度 期盼能赶在农历年前完工 我们现在整个大楼 都剩下两个最后的工程 因为卡在立建筑方面 还没有确定准下来 所以围墙 我们现在最近在港工 围墙跟花台 月底这个月底应该 我们公公艺术应该会做好 这看起来就比较整体性 光复乡公所新办公大楼 披建计划从2021年7月 动土披建 历经一年半多的时间 2022年4月落成启用 现在乡公所争取 300万元左右的经费 进行基地围墙 环境绿美化工程 若没有问题 农历过年前就可以完工 乡长林清水表示 光复乡公所新办公大楼 整个披建工程计划 那才算全部完成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